新春春暖花开大地万物复苏 并没蚊也跟着滋长 瑞士仙节队在春节假期过后 也全面展开了公共场所的环境倾销 加强防疫之外 也进行扫接等环境清洁的工作 避免落叶扶植涂地成为小黑蚊等并没蚊自身的温床 春节九天连假结束 大家返回各自工作岗位上 不过此时的瑞士乡清洁队员不停歇 趁着春暖花开之际 扫除落叶扶植涂 避免成为小黑蚊等并没蚊之身的温床 不仅如此新春开工后 清洁队员也全面展开大型公共场所 如传统市场、卖场以及瑞士站 以及复原车站周边环境 进行清洁消毒来加强防疫 守护乡亲民众的健康安全 其实去找我们瑞士乡的草菊 以及分裂 大扫除啊 那个街上都要捡垃圾 垃圾不落地 会不会可以生的 是可以的 可以好 那你这比较负责是哪一些的 也是那个环境清洁啊 还有环保分类 去一下 虽然今天是清洁队休息日 但队员们仍出动扫街清理环境 不让小黑蚊有资深的机会 各个认真耐力不显苦 因为就是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过完年 过年前跟过年后 就做全面的清销 还有各个学校都会加强做清销 因为这次全中医提早开学 所以学子们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那还有就是现在春暖花开时间 那如果落叶那些不清理的话 很容易产生病霉纹 小金刚这样 那就是做彻底的消毒清销这样 全花立县第一位女清洁队长的李小梅 带领清洁队员们 针对乡内公共场所 校园等区域进行环境清销 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也由于瑞瑟香为全国最干净整洁的乡镇 因此也趁着每周三休息日扫街 清除并没闻之神的青苔 暗钩脏乱的环境 来维护瑞瑟香干净健康的生活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